作业或者考试来做 我们打开我们的 CrollerController这个控制器 在这里面我们使用了一些 这种中间价 比如说我们用了checklogin这样的中间价 但现在假设 我想再写一个中间价 我复制一个叫做 test这样的中间价 然后呢 我在这里什么逻辑都不写 我这个中间价只做一个 console.log testmiddleware 然后执行 next 而上面的这个中间价呢 我让它打印一个 console.log checklogin middleware 那么现在 我的这个getdata方法里面 只使用了一个 中间价叫做checklogin 我现在再来使用一个 test这样的中间价 如果它能够把两个中间价都用起来的话 那么也就意味着你可以打印出 checklogin middleware 同时还能打印出testmiddleware 这两个字不串 我们打开控制台 然后再回到页面上 进入到getdata这个地址刷新 你会发现它会打印 checklogin middleware 只使用了一个中间价 但另一个中间价并没有被使用 现在作业的题目就是 我们怎么让两个中间价都可以被执行呢 所以大家呢可以花一点时间 把视频先暂停 自己来实现一下这样的一个功能 OK 那假设呢 大家已经做了自己的尝试 我来给大家讲解 这块的代码应该怎么去优化 完成这样的功能 首先我打开 use.ts这个装饰器的代码 那你可以看到 每次你调use方法的时候 它都会在这个方法上面 去定一个叫做middleware的原数据 那当我连续调两次的时候 实际上你可以想啊 它是不是后一次的这个数据 会代替前一次的数据啊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每次并不能把两个中间价都去使用 只能使用一个中间价 那现在我想使用两个中间价 可以怎么做呢 我可以这样来做啊 这块我定义的东西 就不再叫做一个middleware了 而是叫做一个middleware 那middleware从哪来呢 我们来看 首先啊 我定义一个originmiddleware 等于reflect.getmetadata 我们先从方法上面去取出原来的middleware 对应的原数据 我们这样来写 我们去取middleware 从target下面的k上面去取 也就是把之前我们可能存在上面的数据先拿到 如果没有的话 那其实我让它默认是一个数据 OK 比如第一次的时候 那originmiddleware实际上是一个数据 而第二次的时候 它会是什么样子呢 我们一起来看 拿到这个数据之后 接下来我要做的事情就是 originmiddleware 点push middleware 也就是把之前 我们这个第一次拿到的空数组里面 把你注入的这个中间件 去推到这个数组里面 所以第二次的时候 我们再执行这个中间件的时候 它再去取东西的时候 这个时候拿到的东西就变成了什么样 是不是就变成了你的一个数组啊 这个数组包含了第一次的这个middleware 对不对 但现在这块还有一点问题 问题是什么呢 我们定义数据的时候 定义middleware 使用的也不再是这个单个的middleware了 而是这块你定义的 originmiddleware这样的一个数组 OK 可能有点绕 我们再捋一下啊 首先想 我用第一个中间件的时候 那么我去拿这个原数据 原数据是没有的 所以你的originmiddleware是一个空数组 接着我往空数组里 就扔了一个新的这个middleware 然后把这个数组存到了middleware这样的元数据上 第二次再去使用use的时候 那么我去拿原来这个元数据里的middleware 是不是就已经有第一次你存的这个中间件了 好 接着在这个基础上再往里推你新的中间件 然后呢 把两个中间件放到一起存到这个middleware的元数据上面 所以它是这样的一个逻辑 OK 当改写成这个样子之后呢 我们保存 然后再来看 这块去使用这两个中间件 不需要去修改 而最后我们要修改的地方是controller.ts这块 那这块我们去取东西的时候 就不取middleware了 要取middleware对不对 同时它取出的内容也不是一个request handler 是一个request handler这样的数组 然后我们判断 如果有middleware 但那样的middleware.lens也就是确实存在的话 那么这块我就不是使用一个中间件 而是使用多个中间件 我只要把这个数组展开 去定义这个路由项就可以了 好 保存一下 那现在我们来看 再到页面上我们刷新 get data 它会打印出testmiddleware 同时还会打印出check loginmiddleware 也就是两个中间件都被正确的使用了 OK 大家呢 如果能够把这个中间件的逻辑 写清楚实现出来 基本上TypeScript关于装饰器这块的内容 就掌握的很不错了 那这一章呢 就带大家对之前Express的代码 进行了一层封装 你可以看到 我们其实在Express这种基础框架之上 封装出了一种更加便捷 更加具有复用性的新型的框架 很多现在流行的 node.js的框架 其实也大量的借鉴了装饰器 包括TS里面 一些这样的设计体验进来 所以大家可以去对比一下 比如说Nest这样的框架 和我们写的这样的框架 看一下 有些什么样的功能 我们也可以添加到 这个自己写的小型框架之中 那也可以上网查阅相关的资料 自己把它做一些实现 进一步巩固对TabScript对应的理解 好 这期课程就这么多 大家加油 谢谢大家加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